鬼不可怕 鬼不會害人 都是人在害人 我是前村儀最窮的 那時候最窮的 我還拿到那個獎學金 就是清寒獎學金 一年級跟二年級都常被罰站 為什麼就是沒有繳協會 然後就站著上課 就覺得很丟臉這樣子 人都是那種 都挑那個分心慢 我還記得那種 一桶是五塊錢 我們就去幫忙推 這很臭的 趕快跑到很遠 很傷到自己的自射心 高中跟人家參加幫拍 然後就 快要去當兵是人很瘋狂 那真的很瘋狂 那就是市長打打沙沙的 坐著車到處去找卓家 我都是差不多保持在四五間 三四間 四五間 就保持這樣子 最多可能有到六七間 我做的店都會賺錢 但是賺多賺錢 不如玩那個便宜很便宜 那個多好做你知道就是 那時候一天可以做十幾塊 因為我喜歡洗衫門 後來就開衫門 也有開那個小鋼豬 開冰果雞餐廳 人家玩那個冰果那個 也有開電筒玩具 第一次就是我晚上回家嘛 然後車子開進去 因為那時候剛蓋好嘛 就沒有人住啊 就我一父而已啊 他們都躲在地下室等我 然後我一進去 門一開就被壓著啊 然後他們都戴著面罩 用我的車載我 然後就載到一個台中市內 我就要在市內 然後在那邊談判啊 把我換車 然後就把我載到山上 就到那個購物 要等到九點多的時候 再放我走 他就講三百萬來的 可是我身上有二十幾萬便 他拿著 還有一個手錶啊 還有一個戒指 他就是朋友啊 害的啊 他就很欠錢啊 自己人搞自己人這樣子而已啊 許自己他沒有 給我正式講他的名字啊 只是給我點一下啊 啊就你身邊的人嘛 我就知道一定是我想那個人嘛 啊後來他也被打死了啊 他又去搞別人就被打死了啊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會想說這個不可能發生 剛自己 自己在一起的時候 到現在才知道 有人生別人就是這樣子 第二次就是在檳榔潭嘛 我去東銀釣魚回來嘛 就兩個人拿槍指著什麼 說我老大在外面要跟你談話啊 就把我押出去的啊 然後押出去以後我老婆就追出去 看那個車牌號嘛 結果那個內應就跑出來 給他誤導 不是啊 看錯了啦 不是 譬如講啦 八八你 不是八八是三三啦 你怎麼看成八八 然後就誤導 誤導到後來 做譬如做錯了啊 在那裡等到 都談判好了 都談判好了 就開始叫我打電話 籌錢嘛 從一億開始講 我人在這裡 你不要放出去 叫我籌一個禮拜 都籌不到一億啦 你不要 不然最少一千萬啦 不然就別談了啦 那我籌籌看啊 他就電話給我啊 然後開始打開始打 然後一直打打 打打打到有一個 好我們到外面去了 不要在這裡了 可能是天亮的 五六百萬就對了 然後 好啦好啦 你不用再打啦 我看你很誠意的啦 這個數就好了啦 你現在叫他約個地點啦 約個地點 約台中市啊 好啦我們叫人去拿錢啦 然後就就開始了啦 就發生 發生強戰了啦 前人的父神感謝你 因為你是我們的王 求主來保守 為我犧牲的月奇才跟阿富 求主保守他們在天國 因為他們是為了救我 把死蛇生 求主來保守他們 讓他們在天國裡 感謝贊賣主 Amen 那時候看他小朋友很小 心裡很不忍 現在看他的兒子長大了 然後又穿著那個 相往的制服 哇看起來很帥 他的兒子很帥 就是有一次到水蘭一個教會 他送我一本書 五百年前 若有人跟你講矽靜 你會說神經病 世界上哪有那種東西 現在我跟你講有神 你也不會相信 因為你的智慧還會達到那個地步 我忽然就好像清醒起來 有時候會有誘惑 我很難過了 經濟真的不好 我還把黃金條塊都拿去賣 我朋友他要我去跟他做 他拿了現金一百萬 我老婆都知道要拿給我 我拒絕 我知道那是違法 我就不要了 違背良心 我就不要了 我就很早睡 對啊 人家找我出去喝酒 然後我都 季節喝酒 不然你坐一坐 我都季節 晚上我就不出門了 很早就 店收了就回來 我開店到現在 我們開快十二年了 十一年多了 安心是安心 不過我就是覺得說 比較辛苦一點 怕我將來 老了我的兒子 我的老婆 他們會辛苦一點 蹲下